OK,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就是所谓的快跑项目 注意啊,什么叫快跑 快跑算是提于这个单词 Fast Run 那么Fast Run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关注国际局势的这些人 他觉得说只要一天不打仗,一天不出乱子 我就不想走 我非要死到临头的那一刻,我才会做决定的 只要现在天下太平,我就不会认的了 好,那这些人他会关注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想在快要啊,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 有没有快速就是可以办理的项目 因为他们也知道 就是说你搞个加拿大呀,美国呀 动辄三四年四五年 到时候跑肯定也来不及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市场上涌现出了一些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末日庇护所 他们管这个叫做那个 什么ending shadow 这么一个项目 就国外管这个shadow叫庇护所嘛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 是有可能在战争啊 局势动荡啊 或者是对吧,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呢 快速让你呃就是拿到身份的一个项目 但是的话呢 为什么我列举这些国家呢 首先我要满足两个点 第一这个东西至少能保证你在外面待一段时间 不能说永久哈 有些这些不是永久 但至少你能呆个几年 因为有些人说啊 那我到时候办旅游签证不就完了吗 旅游签证很多国家就给你批30天啊 15天啊对吧 你像日本旅游签就给你15天 你15天之后就回来了 那那种签证肯定是不行的 有的人说那我拿工签跟这个留学签行不行 工签这些国家的工签有哪个是好批的吗 告诉我 你见过这些国家有哪个是很容易给你批个工签出来的 对吧 那不大可能 那么留学签的话呢 现在基本上能给你留学签的这些国家 你的学习成绩单啊 包括你的雅思啊 包括你的语言 还有包括在学校拿录取 每个半年一年也干不下来 所以的话呢 这些都是我精选了几个指标 第一 第一个指标 就是滞留时间至少要大于两年 对吧 你滞留时间连个疫情都过不去 那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点的话呢 半底速度 就从你啥都没准备开始啊 什么都没准备 到半晚 在6到12个月当中 6到12个月必须得出来了 那么能满足这两个行不行呢 不行 对吧 我们还要躲避一些战争国家 对吧 比如说能满足这些 我让你去朝鲜 让你去伊朗 你肯定也不干 对吧 OK好 那还有一个条件呢 就是当地至少能生活 什么叫能生活啊 第一 政治局势稳定啊 社会的各种设施健全呢 对吧 然后这个治安比较好啊 对吧 你送你去这个对吧 什么什么 金巴布韦 卢旺达 那你肯定也不一定想去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满足的话呢 精选出了这五个目的地 那么泰国的话呢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金银签证 注意啊 这玩意儿今年涨价了 对吧 我办那会儿 十年期的金银签 才二十万人民币 一百万泰铢左右 对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些价格基本上都翻倍了 但是还是很便宜 基本上都在这个 就是五十万人民币以内 风简尤人 它有这个什么五年期 十年期 代价人 不代价人的 对吧 还有一些有 有这个服务 有些只是让你就是能待 但是没有任何入境服务 那么这些的话呢 从现在十几万人民币 到四十万人民币 当中是有几个档次的 大家可以慢慢选 那么它的这个办理的条件 非常的简单 不用什么体检 无犯罪 什么学历语言啊 什么工作背景 通通不要 给钱就行 只要填简单的身份信息 对吧 你简单的 你的国内的护照号啊 身份证啊 这些东西 你得有证明你是谁 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花点钱 办理时间的话呢 现在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就能拿卡 而且全程是不需要出境的 等于是你在国内 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流程 全部做完 OK 那么日本的话呢 也是 日本呢 现在的基金管理签也好 对吧 我叫管它叫金管签吧 金管签或者是高财签 这两个类别 时间也都是在半年左右的 基本上半年左右 能把你东西弄出来了 如果时间长的话呢 可能十个月 对吧 比如说高财签 高财签准备的东西要多一点 因为它要打分 你可能六到十个月之内 能给你出签 那么如果是金管签的话呢 准备东西少 可能四到六个月呢 就已经可以出签了 那么这些签证种类的话呢 在日本当地 你的公司不倒闭 不关门的情况下 至少可以给你维持 五年时间 对吧 因为你是可以续的 而这些东西续签的要求 也非常简单 只要你的东西还在 对吧 然后你还在做生意 那基本都能去下去 所以日本呢 尽管你先跟高财签的话呢 也是很适合一些 本身我就要去日本生活 或者是读书啊 或者是喜欢那边的一些家庭 对吧 那么新加坡 OK EP EP 虽然现在要打分了 注意啊 虽然要打分 但它的要求依然非常低 依然很低 为什么呢 不需要无犯罪 不需要体检 不需要看你的学历 对吧 年龄也没有什么要求 18周岁以上就可以了 那么可以带家人 而且呢 这个EP跟日本的进款链 非常的像 都是要求你在当地 注册一家公司 对吧 你有一个运营计划 你要去运营 那么实际运营的怎么样呢 那是你落地之后 你已经拿到签证之后 真正的在本地生活的时候 才开展业务的 不是要求你一上来 就得开展业务 就要达到什么年营业额 什么像过去的澳洲 什么188B888 美国的EB5 那些都不像那些东西 对吧 因为那些是前置化要求的 他把你的要求 放在很前面的地方 就是你要做这个时候 申请这个的时候 你已经要具备这些 什么年营业额多少 工资 公司的资历有多少年 然后工资多少 钱纳税有多少 这些都不看 这些都是你给他一个方案 你说我将要过去完成什么 他就已经可以把签证给你了 OK 那么加勒比跟希腊 注意哈 这俩都是入籍项目 注意啊 前面这三种给你的都是签证 虽然说它是长期的 它跟这个学签跟这个工签不一样 这些都是长期签证 并且是后期可以换这个永久居留身份 以及入籍的 那么这两个的话呢 已经省略了前面的这个两步走的环节 两步并做一步走 直接一步到位 希腊给你永久居留权 五年的卡 五年你只要房子不卖 或者是你的投资不撤 你就可以一直去下去 那么加勒比的话呢 它是直接给你护照 那么这一些的话呢 最低的投资金额 你像加勒比的话 也就13万美金左右嘛 做个什么圣卢西啊 圣基茨都差不多这个价 那么希腊的话呢 现在是25万美金 依然可以做 对吧 比如说买南部的这个 比赖四港的房子 依然是25万 或者是买它的基金 或者是买它的这个房产的涨价 区域50万 那么也就说呢 它的投资区间呢 是从25到50万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横向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 这些项目都能满足 这些条件 有些人说 不对啊 你得分析一下土耳其啊 OK好 土耳其为什么不在这个分析之内 土耳其现在在办理过程当中呢 要填质化 按指纹 也就是说你在没有办理成功 所有的流程之前的话 你就得过去一趟 而过去是很浪费时间的 一旦战争爆发 或者是有大型动荡 局势动荡的时候 你觉得旅游签会这么好批给你吗 或者说你觉得有这么多航班 你能买得上吗 对吧 我们要想想 俄乌战争之前的一个月 乌克兰往外的机票已经是订不上了 很多人得开车去他们想要的地方 而陆路边境的话 很多时候检查也是会变得严格很多 不是说每个想出的人都能出得去的 所以在那些情况下 如果还要再给你很多潜质化的条件 什么当地按指纹 什么飞出去登陆 等等的一些东西 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对吧 如果你能飞得出去 其实你不要这些也行 你直接跑出去黑在当地 我们都是逃难的 那你要这些干嘛 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一定要假设一个最坏的状况 就是对吧 一旦咱们回到闭关锁国的时候 那你可能没有任何人跟人可以出去 那么你如何在境内 可以合法的拿到这些证件 并且可以在境内使用它 是你要想好的第一个主要任务 那么今天的话先说这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